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YouTube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藥領、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蘭花欣賞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及時的通知 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安格斯要來跟大家談一談啊 當你在選購新蘭花的時候呢 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還有呢我最近啊 在我們這一邊 美國、德州地區的一些 超市裡面的蘭花看到的一些趨勢 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三顆 迷你型的蝴蝶蘭呢 都是今年五月初 2019年五月初新購得的 那都是在我這邊當地的一個超市 Trader Joes裡面 所找到 那那一天呢 其實是一個周六的早上 我就是一般 就是在我平時運動完之後 就到劍士坊隔壁的這個超市 去購買一些商品 一些吃的東西 那當時呢 我就剛好有看到一些新進貨的蝴蝶蘭 在我這邊的Trader Joes 一般來說都是禮拜六早上 它的這個植物類的東西 會進貨進的最多最足夠 那我就看看看 就剛好看到了它們這幾顆 這幾顆我之所以會注意到 其實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它的葉子 因為它的葉子呢 有隱性的葉斑 那其實在這種蘭花 我比較喜歡的 其實不外乎就是斑點 就是在花上的斑點 或者是葉子上的斑點 都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個偏好 那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注意到它們 再來呢 我把它拿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 它們居然有香味 所以啊 我就趕快看看看 一共好像有四顆吧 我就挑了三顆 有一顆我給了一個朋友 送給一個朋友當禮物 另外兩顆我就自己保留下來 那這邊呢 就是它的這個一個開花 當時的一個狀況 這個蝴蝶蘭呢 因為它花朵的中間 有一些粉粉的這個顏色 我就在猜它其中的青本 應該就是有鼎鼎有名的 大名鼎鼎的希雷莉 希雷瑞 這樣的一個青門在裡面 那其他的我就不太確定了 當然這個東西 因為大部分的超市蘭花 很少會帶有名牌的 所以你就比較沒有辦法 能夠用名字去尋找 去搜尋到它們的相關的父母青本 因為有父母青本 你就會比較容易了解 這顆蘭花它的一個特性 比如說開花的季節 因為超市蘭花 它們都在溫室裡面被培養 所以它們能夠控制到幾乎 它要它什麼時候開花 就什麼時候開花 但是一旦這個花買回家 卸了之後呢 它基本上會有一個 要重新適應環境 然後會去找 它會有時候休息時間 稍微長一點 然後找到它自己自然的開花時間 所以有時候開完花 買回來開完花之後 它可能沒有馬上 在它該開花的時候開花 這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就是提供出來 讓你們做參考 因為之前曾經有蘭友問我 那我也是這樣回答 當然在養護沒有問題的情況之下呢 有時候呢 它還是必須要休息 然後等到它自己天然的這個時間到了 它才會開花 那在超市裡面選購蘭花呢 其實不管在哪裡 你選購蘭花其實有幾個主要的要點需要掌握的 你應該就會比較容易挑到品質好 那又不會容易出問題的蘭花 第一個 你要看它的根系 是不是飽滿健康 如果兩個同樣的蘭花品種擺在一起 你發現一顆根系比較濃密 那根比較粗或比較多 比較密集 你當然選那一顆 第二個就是看葉子 兩顆蘭花擺在一起 葉子比較大 比較長 然後葉子數量比較多的 一定是比較好的 比較健康比較強壯的植株 再來第三個 兩顆蘭花擺在一起 這時候是不同種的 你要去稍微看一下它的戒指 如果是不同種的蘭花 你要看戒指 就是說哪一個戒指看起來 感覺就是已經發霉的 或者是裡面可能看起來 你就會覺得它裡面應該會有蟲的 或者怎麼樣的 這東西也是另外一個 看戒指 再來呢 看葉子本身上面 有沒有一些 就是像譬如說枯黃的部分 有時候也許是陽光照射的傷害 那有時候可能是葉子本身它缺水 或是有時候甚至是病蟲害 比如說有沒有紅蜘蛛啃食過後的這個坑坑洞洞 在葉子上面啊 或者是有沒有這個mealy bug 就是那種白白的這種 我不知道那個中文怎麼說 就是有一種蟲它是白白毛毛的 在葉子中心啊 或者是葉子背後啊 或者是花梗上面 一般來說 超市的蘭花因為都是從溫室培植拿出來 所以他們應該都大部分都是會有 就是病蟲害的這些藥劑的噴灑 所以是比較不容易會有問題 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掛保證 所以呢在看葉子跟看花梗上面 有沒有一些病蟲害呢 這個還是一個比較需要你能夠去 在買之前就先探測一番 先審視一番會比較保險一點 再來呢可以看一看蘭花它本身 這個花梗上面同樣蘭花的情況之下 同種蘭花情況之下 它的花梗有幾個花梗 跟它花梗上面的花包數量 當然我們要花梗越多 花包數量越多的 當然對我們來說是越有利的 不過呢說到花包啊 這個從店裡面買回家 它就有可能會掉包掉了 這個是正常的現象 特別是蝴蝶藍喔 因為環境上面的變化 那因為環境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溫度、濕度、日照 所以呢在買回家呢 大部分都會有風險 就是掉包 然後就是它沒有開花的這些花包呢 會直接就乾掉、枯掉 然後就導致最後不開花 那在差不多一個月過後啊 2019年的6月初 我在同樣的超市呢 的一個週末早上 又看到了一個迷你蝴蝶藍 也是一樣葉子上面有斑點 所以呢 我因為不貴 我也是把它就買回家 來做觀賞 有時候我會把這些迷你蝴蝶藍 帶去辦公室放一段時間 再帶回家 然後呢再繼續養褲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喔 其實近期啊 我發現我們這一邊的這個 迷你蝴蝶藍的趨勢 就是以往常見的那些花色有之外呢 呃 很多這迷你蝴蝶藍呢 它現在開始就是朝這個葉子上面 有斑點這樣的一個青粉的這種 培植喔 來培育這種 培育這種品種 然後再販售 那呃 目前我裡 我這邊有幾顆蘭花是原生種的 是葉子上面就已經有斑點 那現在這邊這些迷你蝴蝶藍呢 它不是原生種嘛 它 但是呢它沒有斑點 所以是另外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 就是收藏的種類啦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花包 有一些有呈現 你看 掉包 消包 這個很正常 不用擔心 因為 雖然可惜 但是這個是蝴蝶藍買回家啊 很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特別是如果 蘭花本身非常非常敏感的話呢 它就有可能會 沒有開的花包 全部都掉淚 這是我有發生過在我身上的 這是好幾年前了 那你看到它的這個唇啊 這個尾端啊 有這樣細細的這個勾起來的唇端 這個呢 讓我聯想到我的一顆原生種 就是桑德 白化桑德跟阿嬤 他的這個交配種 所以呢 這一顆我就在懷疑 它應該有桑德在它的清本裡面 而不像之前的那三顆 是可能有 因為有粉紅色 所以有可能是有西雷利 在他們的清本裡面 希望透過今天的影片呢 有幫助到你能夠重新複習一下 當你在購買蘭花的時候 需要注意哪一些主要的技巧 然後可以讓你幫助你 買到更健康的蘭花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蘭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